邱國正他的兒子呢 這個邱晃年 他在 被釋出了八段的偷拍影片 影片當中當然其實在這個網站 他在取黨名的時候就特別去做一些標記 我說的是在瘋傳的這些網址下面 他都會刻意寫說這段是什麼這段是什麼 裡面就有特別有講到好幾段 那聽說 看過影片的人有講到說 邱晃年在影片有自爆自己在國安局工作 就是國安單位工作 那流出來的圖昨天也在講 可以說是刀刀斃命 除了有自己拿著健保卡那樣圖也備受討論以外 還有這張全家福 全家福 有邱國正 這還不打緊 重點是背景啊 這背景就是邱國正的辦公室 所以他到底實則上是要打誰呢 目的是不是很明確 就是要往整起案件是往洩密的方向去做打擊 而不只是黃色糾紛啊 或是有什麼這個 召集的問題 他目的就是要使邱國正下台吧 首先呢我是覺得現在 爆料難度越來越高 以前我們一段影片就可以爆料 現在至少要有個七八段影片 然後 而且爆料人還自己下標 現在爆料真的蠻辛苦的 不像以前 因為 你看羅志正那個也是弄了一大堆 對不對 然後現在這個也是要弄一大堆 這個爆料還要收集非常多的資訊 現在爆料者也是蠻專業的 那我就覺得 這個時間點其實說真的非常奇怪 也就是在 大家都知道邱國正馬上就要下台 那你在這個時候去爆 這個難道是怕邱國正繼續留任嗎 邱國正會繼續留任嗎 這個是讓我覺得很訝異的 以賴清德的個性 他會容許邱國正這樣的人 繼續擔任國防部長嗎 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這是個內鬥 他到底想要鬥什麼 對 這個就很奇怪難道是說 他怕說邱國正可能會轉任其他地方 所以 就算你不留下來在國防部長這個職位 是不是 連其他的位置都不讓你留下來 就是要完全斷你回 就是軍中的路 比如說 像之前 馮世寬不是 部長退下來之後還可以去退府會 他是不是其他的位置也不要留給你 就是要把你的路全部堵絕 是不是要做這件事 這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那再來呢 就是 這個人為什麼能夠拿到這麼多的資料 他資料到底從哪裡來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不太能夠判斷他的年份 也不知道拿了多久 握有多久了 而且 這個看起來 就是 是手機 的資料被人家竊取嗎 還是電腦的資料被人家竊取 目前都不太清楚 因為羅智正那一個 聽說是 聽說啦 他在 他的那個 那一段影片 那一大段影片 一堆影片曝光之前 他的助理曾經幫他手機拿去送修過 據說是這樣 那 這個是同樣情況嗎 他的手機也送修了嗎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是手機送修可能還好一點 我怕是他的電腦被竊取 如果是他的電腦被竊取 他本身是 國安局人員 他的電腦如果被駭客入侵竊取 那被竊取的恐怕就不只是他的私生活的秘密喔 恐怕有國家的安全機密在裡頭 對 然後 被竊取的到底是他私人用電腦還是他們家裡的電腦 因為他家裡的電腦搞不好有邱國正的機密也在裡頭 這個麻煩就大 所以國安局要不要調查當然應該要調查 而且國安局應該要 連邱國正一起調查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這件事情是他兒子的事情為什麼要去調查邱國正 抱歉根據保 保房的原則 恐怕邱國正也要接受調查 因為你現在不確定到底是從哪個管道洩漏出去 如果是邱國正自己家裡的電腦都被人家入侵 就我覺得這個是有 要查的必要 甚至是不是邱國正辦公室的電腦被入侵 我覺得這個都很麻煩喔 你 所有的可能性 全部都要防堵下去 那我是覺得有點丟人在哪裡 我們前兩天陳明通 我們的阿通司開個記者會 出書幫自己辯駁 然後聲稱 他這整個 論文抄襲案是被 中共認知作戰的結果 我們的 國安局長 被人認知作戰黯然下台 國安局長都防不了認知作戰 那我就 你當什麼國安局長 你不就是個廢物嗎 然後我們的國防部長 堵不住資料被竊取 那我們的國軍可以堵住資料被竊取啊 我們國軍不是所有的資料被人看光光 然後我們的國安局的人員自爆 自己洩命 我就覺得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就是我們國家訓練出來的情治人員 我覺得好 我今天不管他有沒有真的去性交易 我只想問一件事情就是 你就算性交易 你自己是本身國安局訓練出來的人員 你怎麼會蠢到把這些資料留下來呢 怎麼會愚蠢到這種地步我就不懂 照你來說正常人啊 基本上這種資料都不應該留了 對不對 你就算你有去玩你也不應該把這些資料留下來 你明知道這未來會對你造成傷害 你為什麼會留下這些資料 這個觀念是什麼 我覺得 軍中是不是 包括我們軍 他以前帶過軍情局喔 後來又轉國安局喔 所以你受過這種雙重的訓練呢 結果你還會把一大堆這些不該留下來的資料留下來 你到底受的是什麼訓練 我真的覺得我們是不是所有 國軍的人員 都應該要重新再被教育一次 因為我已經看過太多次了 好幾次國軍內部的一些資料 是他們自己貼在臉書上 什麼他們在軍運裡頭嬉鬧啊在玩啊 開派對啊 我們的軍隊連這種基本的保防觀念都沒有 然後自己把這種 鐵證放在網路上然後自己害死自己 那如果整個軍中的觀念都是這樣 我們的軍隊怎麼打仗 我們的軍隊怎麼保存我們自己的機密 這不是笑話嗎 所以我覺得 整個軍隊都有必要再去加強 然後再回來 就是一定要去 徹查出來他到底是怎麼洩露出來這些資料 是被人家設計陷害了 還是他自己蠢到把資料露出來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要去徹查清楚 然後邱國正的資料有沒有被竊取 這個也必須要去徹查 這個都是我們一定要去做到 然後最後才要去思考 這到底是不是軍中的內鬥 因為整個步驟看起來很像是很傳統的軍中內鬥方式 就是 把我如果弄不到你這個我就把你家屬的醜聞弄出來 然後把你的路全部斷絕 那 會弄出這種東西 假設這真的是軍中內鬥的話 我覺得看起來像是機怨很深 就是 要讓邱國正 很不光彩的離開 軍中 而且感覺是警告意味濃厚 如果他 專門挑了這幾張照片 健保卡 全家福 或是邱國正的辦公室 代表他可能 還有更多猛料等著 就是 他手上扣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就好像你看羅志正那個 先丟個兩代影片出來 然後大家看完之後 然後後來 要10解20步全部出來 那有點掉餘啦 因為羅志正一開始還可以否認 到後來劈哩啪啪之後 他就不講話 到最後羅志正連否認都懶得否認 因為你 解釋不完了嘛 所以這個東西還會不會有後續的東西 然後我最擔心的就是 有沒有 國防機密被牽涉在裡頭 因為這個人已經蠢到 連性交易的紀錄都會留下來 那 他會不會把國防機密也帶回家 因為最近民眾黨才示範給我們 他把台北市政府的機幕全部帶回家 那這個人會不會也把機密也全部帶回家 所以這一切都必須要去好好徹查 老實講他有沒有性交易 我一點都不在乎 性交易 我說真的他至少比陳中彥高尚 陳中彥接受性招待都不用被彈劾 他性交易又怎樣 人家至少就自己花錢 那算什麼呢 我們的監察員已經告訴我們說 公務人員接受性招待不需要被彈劾 所以公務人員買村算什麼 對不對 這都沒什麼大不了 重點還是在於 機密到底有沒有洩漏出去 然後誰要逗他 逗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要去追查的方向 楊明哥 邱國正昨天他當然應該是說前一天晚上 這報導一出來的時候他就立刻跟總統府 來這邊也來請辭 但是 獲得未留了 那昨天一整天大家討論的焦點就是他到底該不該辭 到底該不該留下來 或是不該辭 因為跟他沒關係 可是他辭的 真正原因 真的是因為只有 兒子的 這個風波而已嗎 基本上我想 以邱國正他的性格 他是這種 比較是除惡無盡的人 尤其是 他對 治軍很嚴敏啦 人家講他是 兩皮將軍 後來再多一皮多皮血 一個是頭皮跟草皮 後來又多一個皮血 所以變三皮將軍 那 就是說他治軍這麼嚴格 那如果當自己的家人發生這種事情 變這種醜聞的時候 我覺得他自己是很過不去的啦 所以 他的請辭 應該跟這個事件 是有連結的 只是 我的想法是說 對 所以用一個國防部長 其實他我們都知道他520 必然要下台 他自己最近這段時間的言行 我們都說那個 人之將走 其言也散 他的走是 去植的意思 所以呢他說會講一些 大白話 然後呢 講一些這個實話 比如說 兩岸已經在戰爭的 濱臨戰爭的邊緣啦 比如說他晚上會睡不著覺啊 等等的 這些都是 我覺得他站在一個 國防部長的高度 他必須要提醒國人要注意 這個兩岸情勢的緊張喔 那可是 對於你會發現 在民進黨的 這些所謂的 以政治任命的官員 比如說像 國安局長蔡明彥啊 比如說 這些所謂的總統府的高層啊 等等的 他們對這樣的說法 顯然是會不以為然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希望製造 這個國內恐慌 尤其在這個股市2萬點的 全民 這個歡慶 這個股市 突破歷史高點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 國防部長怎麼可以泡冷水呢 所以 這個邱國正最近的一些言行 確實是讓很多人 可能也許 是很頭痛的 那但是喔 這個邱國正他部長他 昨天的這個請辭 再怎麼樣 他 也我們也很清楚 就是 就算今天他走了 也是一個代理 那代理到520就是新任的國防部長 所以 他這個時間的請辭 我覺得某種程度只是一個 叫明智啊 就是 告訴大家 他沒有 那個叫做眷戀 對他沒有戀戰在這個職務上面 他不是一個 愛做官的人喔 他也許他只是想要這樣表態 但是 對總統來講他說 哎呀反正520都要到了喔 那你留一下嘛喔 剩下這個不到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你就留一下喔 等到 這個520喔 你再跟著喔 這個這個 這個 整個 這個內閣的調整 再一起調整就好了 不要製造 政府的困擾喔 也許 你知道軍人的 天職就是服從 當你今天這個總統都跟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能說什麼喔 畢竟 我是覺得這個事件 第一個 剛剛我認同 剛剛斌哥講的 第一個 這是他兒子的 個人的這個 所謂的私生活的事件 那牽扯到所謂的國安 或是說什麼國防 機密的部分 這個是國安局要去釐清的 就是說 到底是 你是怎麼把這些資料外洩出去 而且其實從那個影片我是沒看過啦 我是完全沒有興趣去看這些影片 但是從很多人的描述 都說那個影片 看起來不像是被偷拍 是自拍 就是那個被拍攝的人是都知道有在拍的 所以 這個就很像去年羅智正的那個影片的模式喔 那而且呢這個曝光的 模式一模一樣 第一關先去特定的媒體 第二關就是 而且還同一間媒體 對都是同一家 趙天麟 這個 羅智正 到這一家都是同一家媒體 第一個揭露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影片 跟羅智正一樣都放在國外的 設定網站上面去 散佈 然後呢 這個相關的影片 有這種所謂的比較是看起來不是 不是那種所謂真孔偷拍啦 比較像是自拍的 那這種自拍的影片 流出去通常就是你的保存的影片保存 就外洩 那你放在哪邊呢 要嘛是放在手機 要嘛放在雲端硬碟 要嘛放在 什麼家裡的電腦等等的 那是什麼樣的管道洩漏的 這個恐怕只有 邱國正他兒子自己知道 但 對於邱國正部長來講 這再怎麼樣就是他兒子的事情 喔 如果今天沒有牽扯到其他什麼國家機密啊 或什麼的問題的話 那我想這個事情 就把它定調為一個所謂的個人的醜聞 他跟這個國防部長要不要離職 或什麼樣 我想可能是兩回事 但我相信邱國正部長他 感受到的是 要他走人的那種強烈的意圖 就是鬥爭的意圖 就是這個事情就是要讓國防部長難看 你看你兒子在國安局任職居然鬧出這種事情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 在這一波的這個所謂的 媒體的爆料裡面 他要讓邱國正難堪 而這種難堪呢 其實 很多人說那個內鬥 內鬥說是要國防部長的位置 不是不是 520之後就是要換別的國防部長 我的想法是這樣 他的這個內鬥是要 第一個就是把邱國正鬥臭 那未來邱國正就不可能在 賴政府 再扮演任何 重要的角色 甚至連顧問的角色 都不會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 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貝塔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